分发 感谢壮点囚委团队 我们先搬 纪实员 陈奴年 郑米 以及郑美满 登记交流 曹玉云 杨艳南 陈增丽 协调员 黄元芳 黄雅碧 潘石美 潘石美 常务 我们的前会长 美女 林又莲 黎文摄影 吴维香 吴维香 刘晓银 刘晓银 铃文摄影 李琼海 创会会长 李秋香 电脑多媒体以节目表奖状设计 我们的小妹 我们的宝贝 做凯蒂 财政 赵茜 茶点 宁明娟 师姨 我 翁慧珍 欢 lover 欢唱助理陈宁 继分员张美美 比赛主席 陈金燕 师范讲员 陈明珍 我们就请L区总监林秀凤 颁发感谢转给囚围主席 李庆昌 L区总监 L区总监林秀凤 请问老师要做一些你们的广告跟宣传的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上台跟我们的会友呼吁一下好吗 这是很难得的 因为我们现在就利用这一点 我们请来发兄来帮跟我们分享一些心得好吗 我们的来发兄在我们的团队里面 他时常都跟我们分享教导我们很多讲演的技巧 来发兄请你怎么怎么讲都行的啦 你怎么讲都是好听的啦 大家好 我相信他们马上会出现 所以要考我现在考几次 要怎么说 我觉得在评论这一块不容易 在评论因为第一时间很短 所以有一个重点 我要告诉大家的 当你评论你的时候 不要引用 再重新引用那个人讲过的话 一定要抓住他的重点 比如刚才讲的有三个重点 对吧 这三个重点你再重复一次 但是一定是他的重中之重 而不是再重复他的话 重复他的话的话 因为大家已经听过了 你拿不到分了 因为你在重复一次 所以你只能够强调 就是说第一早起的时候 三件事要做 第一是什么 锻炼 对吧 第二 你要学习 对不对 啊 规划 这三点 三六个字你就够了 你已经知道他的重点叫什么 假如你说重复那一三点的话 你已经去了一分一分钟 你已经失分了 所以这个是重点 因为常常发现 就是在评论的时候 很多人喜欢这样做 其实不是的 然后刚才我很欣赏就是 清明的那种模式 那个演艺模式 这个摄像位的演艺模式 把自己的摄像位 把它的东西套在你的摄像位 摄是什么 香是什么 味是什么 其实这一些技巧 你就会事先准备 比如今天不管你讲什么 我还是摄像位 那这三次摄像位 我怎样把它套进去 你事先可以做准备 不需要临时的 知道我这个在讲什么 就是这个模式 我已经把它固定了 假如我不用摄像位的话 我另外用一个 比如是一耳扇 或者其他的方式都可以的 你就把它套进去 但是一定要准 一定要正确 不能乱套 假如乱套的话 你就走掉了 你就走掉了 所以这个是我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就是说在评论 不要太单调 因为你假如平铺持续的话 你这样 你那样 这个你就很太过普通了 就不能够得分了 那么这个就是你考我的了 现在 谢谢 谢谢来大阁 现在我们继续分发 我们的感谢状 继分员张梅梅 黄越汉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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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们的评判主席 朱金鑫和他的评判团队 朱金鑫会代表 谢谢L1分区总监 谢谢 好 我把我的话筒交给比赛主席经验 谢谢慧珍 现在最紧张的时刻 就到来了我们的评判主席